看看今天天气晴好,艳阳高照啊,躺在房车里就可以晒太阳了,妥妥的,我们是中国首个这个无房家庭啊,长期房车窝居深山啊,很多学伙伴说,无房的肯定不是首个,但是以家庭为单位啊,没有房,然后长期这个以房车为家的应该是首个吧,今天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小院,我们这个小院的分为这个上院和下院啊,我们这是上院,因为地势比较高,然后下院呢就第一, 低一些了啊,也低了一米多,所以老爸老妈在下院,下院呢,离卫星间啊,厨房啊,餐厅都近一些,这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,波波勒,波波勒,那我爸妈平时呢,就是住这辆房车啊,一辆拖挂房车,这辆房车比较宽敞,里面有十平米左右,啊,读,能看清吧,也看不太清啊,之前的视频有介绍的啊,我是啊, 厨房卫生间呢,都有啊,洗澡都可以,很多小伙伴说我们房车这个山里面不能洗澡啊,不能上厕所啊,有卫生间,有马桶啊,然后更重要的是,有上水,有下水,还有网络啊,这个卫生间呢,是燃气和水器,因为我们这里有水,所以说不限制你洗的时间,有的是啊,跟家里一样,想怎么洗怎么洗,这两天不让老爸出去钓鱼了吗, 因为我们还没羊嘛,哎,就在这个小院里窝着,老爸也能找活干啊,我老爸绝对是闲不住那种人家了,哎,他每天学魔,他能学出学魔点事干的,知道吧,躺两天,他就感觉不熟了,就找点事干,这个是做这种大门,老爸就卡着竹子,然后做这个大门,自己他买网上现在贵网购了,买的那小配件, 配件花了不少钱吧,便宜,便宜,爹可以有意思了,因为我老爸就爱动手,这个呢,我们在网上买的,这两米长吧,这一片是三十多块钱,其实老爸做的这个,不算人工成本也挺高的,因为我买配件,算竹子不花钱,配件花钱,但是呢,自己做的要结实一点,还有一个就是,老爸闲不住,你知道吗, 总得给他点事干,知道吧,要是在城里面可能就没啥事干了,但是在这种,怎么说山里面啊,哎,总能找点事干,不没事,他还捡捡石头,还修修路,也可以,带你们去找找我老妈,看我老妈干啥呢,今天天好,我老妈也闲不住,我老妈有她自己的乐园,看到没,整个这一块,哎,就是我老妈的这个,这个活动中心了, 哎,跑了干啥呀,来了,啊,跑草,跑草啊,我老妈这往地下一坐,啊,地虽然不大,绝对够我们吃了,哎,这是芹菜,这是油菜,白菜,生菜,啊,这个就是小萝卜菜,蘸酱吃的, 还有葱,香菜,萝卜,妥妥的,我们这小菜园,啊,那这个地方呢,就是说每天我老妈搭理,天冷了,扇一扇,啊,然后白天把那个棚布掀起来,因为怕冻嘛,种点啥,这就是他们的渦区,我是种不了呀,出去玩呢,我们那个,做饭是在车里面有独立的厨房,但是要在这个,那个营地里面呢,就是用这几个柴火灶, 大铁锅,啊,还有这个煤气罐,做,很多小伙伴说冬天做饭冷不冷了,其实还好的,你像现在白天嘛,啊,白天现在已经是,腊月了嘛,啊,腊月了,现在都有个十七八度嘛,那边,啊,把这个外套都不穿,然后如果是晚上就冷了,晚上可能昨天晚上有三度左右,啊,但其实也还好,跟跟北方比,还是暖和很多,看这片竹林了嘛,啊,这片竹林, 那个春天的时候,它是竹笋,我们没吃它,啊,没吃,因为太多了,结果就长成竹林了,竹子长得真快,看,这是我爸妈的小院,啊,原来最早是我的蜗牛一号停这儿了,后来这个地方越阔越大,都阔到上面去了,脱脱的,现在呢,我们把大门封起来了,啊,因为目前呢,这个羊的小伙伴太多了,啊,身边人都羊了,我们还没羊,所以说呢,我们坚持晚点羊, 因为老爸有哮喘嘛,啊,哮喘的话,如果羊起来的话,可能,可能要更难受一些,啊,所以我们现在把大门一封起来,我们就在这个院待着,也不会太无聊,啊,因为如果是在,住楼房可能会无聊一些,因为可能,就那么一百平,一百多平左右,啊,但是在这里还好,啊,这个上面,下面,还有后面夹起来,能有个,啊,两三亩地的样子, 所以院子还是比较大的,啊,像,我老爸呢,哎,找点活,啊,自己手工做一个,这个,这个,竹篱,啊,竹大门,啊,自己的网上买了很多配件,工具也有,啊,我给他买了很多工具,什么电锯,啊,电钻,啊,什么,这个摩光机,啊,电焊机,我都给他买了一套,因为我老爸以前就是干修理的,他特别喜欢这种工具, 家里可以背,啊,一年可以不用一次,啊,但是用一次嘛,也是他的一个快乐,像我老妈呢,就是,没啥爱好,啊,就是平常呢,我们陪他打打麻将,那我们这个,原来,我老爸这个车里就有个麻将机,啊,现在我搬到这个,帐篷里了,我们在帐篷里打打麻将,那其实我们这个娱乐活动呢,也没啥,老爸呢,就是,做点手工,啊,搞搞这个一些小手工,啊, 包括前一阵子,做的这个根雕,啊,哎,嗯,跟他去河里捡回来的树根,啊,做了根雕,根雕做完了,没事了,自己找事干嘛就,然后像我老妈呢,也没啥事,就给我们弄点吃的,然后唯一的爱好呢,可能就是,后面的那棵小园子,种点菜,每天就弄一弄,可能地也没多大,啊,大概几十平米吧,应该有,哎,也够他玩的了,别看这点菜啊,也够我们吃的了, 那我的日子就更简单了,基本上平日常的时候呢,就是每天早上要送儿子去上学,啊,要去上学,然后晚上接一下,有的时候也会在城里玩一天, 那下午呢,通常我是会剪一些片子啊,然后发到各个平台,毕竟还要赚点稿费养家的,哎,毕竟还是主力啊,虽然一天晃晃当当的,大家感觉这个,哎,一天岛主吃饱了,没啥事儿,但是,还是要靠点这个技术,拍拍视频呢,像这种视频给大家看看呢,大家看了,点赞了,留言了啊, 平台就会给一些稿费,啊,这些稿费就够我,养这个,上有老,下有小,我们那个,主星三代的日常生活了,那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呢,可能,这几年都会在外边啊,像我们是前年出发,从这里,玩了一年,还着中国转了一大圈,去年才回来,去年八九月份回来的, 今年呢,就没怎么出去了,到今年,因为一直这个疫情挺严重的嘛,尤其是现在,很多小伙伴说,我们冬天怎么不去海南呢,我们前年在海南过的年,今年呢,不敢去了,门封上了啊,如果我们阳了呢,阳了,然后阳了治好了,可能也就出去了,但是没阳就一直不敢,是吧,老爸有哮喘嘛,还是安全低,眼瞅快过年了嘛,对不对,然后很多小伙伴说,这里会不会冷,你看现在我们的室外温度跟室内一样开着门, 十度,十五度左右啊,十五度左右,这还可以的啊,然后现在太阳挺大的,你看现在,就我穿这个样子啊,在这个太阳下面还热的啊,在这个阴阳低点地方还是可以的,然后早晚呢,就是说,晚上呢,还要外面再穿个外套的,因为晚上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有一个,呃,最冷的时候,昨天,昨天到后半夜的时候,最冷的时候三度啊,昨天晚上的时候就五六度的样子,所以说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, 那车内呢,就是这个暖风机啊,电路子啊,都有啊,呃,加湿器都有,这样的话呢,相对这个,这个,住的这个温度啊,环境还好一些,就是空间没家里那么大, 所以现在我们一家人还是比较享受现在的生活呢,呃,就是这种生活呢,喜欢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啊,很多小伙伴说你们以后永远不会买房子吗,这个不一定啊,可能明天就买,也可能真的就永远不买,具体呢,还是要看大家的喜好吧啊,父母来要一些,包括自己的一些感受吧, 我感觉现在一家人在一起挺好的,每天能看着老爸忙忙碌碌,啊,吃着老妈做的饭,打打麻将,一家人嘻嘻哈哈的,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啊,快乐就这么简单,是不是啊,没病没灶的,挺好,你们说呢, Теперь я的话,先请好,请好,不请好看铃ции,寻 Olá自己 говорит语 보� t 证明好,不您现在不认? 感谢观看